Leo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葡萄奧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紅牛杯的預選賽 這場比賽是3D殺錯的地圖 帝國戰爭模式一開始也是8春開始 先來看一下11點方向的藍方玩家肥龍選擇了葡萄奧人 葡萄奧人的特色是他所有的黃金冰都是八字 而且他的火槍單位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就可以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葡萄奧人的生鋁的科技也是全滿的 而且他的生鋁造價是有信念最便宜的 他的火器單位會獲得彈道學的效果是連火炮也都會有的 葡萄奧人對我來說也是一個T1型的文明 哎呀這個怎麼直接被收了一村 開局被抓一村 飛龍這個有點不太小心 葡萄奧人這個文明特性 不管是打阿拉伯或是打 這個海陸混合圖都有一定的優勢在 因為他這個銀罐克拉克反船也可以增加一些船艦的優勢 但是海戰來說他也不是那麼常見的 只有在這個團戰的時候才有可能再看到葡萄奧人 平常打架還是只會看到維金或是亞美尼亞 這類的海軍文明會更常看到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朝鮮人 那朝鮮人特性的是挖石頭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單位都有這個木材的消耗減免 不然你是要出槍兵阿戰錨阿還是要出這個 呃公兵阿都有這個減免 那他的馬戰車呢也是遊戲一面的 數一數二強的保兵單位 因為這個馬戰車呢 擁有這個移動速度蠻快的優勢 遠方還算不錯 城鎮中心設怎麼設都是EDC 那朝鮮人到後期也可以打投石車大落馬策略 那馬戰車比較害怕的招響 所以朝鮮人有大落馬 對於這個文明來說是一大加分 那朝鮮人後期還可以轉出投車 擁有這個射程最遠的投車科技 投擲器 再加上這個重型投石車 讓他打後期的攻城系路線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 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這張地圖的主要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直接直程上去 所以這張地圖會比較容易 選擇保兵單位比較強的文明 像什麼喬治亞或者是 呃托爾新開還好現在 像波士尼米亞或者是這個朝鮮人 或者是伯更帝也有人會選伯更帝 那個馬上輕裝兵一直撈 或是選什麼立陶宛之類的 但這些文明來說都沒有到 朝鮮人這麼的可怕 因為朝鮮人的馬戰車 是移動速度又快 如果你一個失守的話可能就被秒殺了 所以這邊是朝鮮打葡萄牙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一個對決 好那這張地圖有一個細節要講 就是這張地圖的石頭非常多 那這兩邊都是一個砲塔文明 佛塔爾倫的砲塔是火砲塔比較有優勢 但是需要掉地龍時代才可以去做空圖的部分 那它的火砲塔也可以受益於火神槍的效果 讓這個火砲塔獲得彈道學的準度非常的好 那朝鮮人這邊則是有一程科技 可以讓自己的大型箭塔 自己射程變得更遠 甚至連火砲有工程工程師 也沒有辦法正常的拆除箭塔 那張地圖兩邊的對決來說 就是誰控了石頭誰就獲得天下 可以這樣說 好那接下來看到右邊有四隻肉馬 好狂尻 這個床子 一直尻 但是把對手給比退了 馬戰車果然出來了 好馬戰車直接直程上去 那肥龍真的是選擇了 風情泡沛生旅 哎呀這個開局方面我覺得不是很好 現在風情泡這個單位打馬戰車沒什麼傷害 風情泡打步兵單位效果很好 但打其他東西 就有點中規中矩 不是那麼的好用 尤其就是打這種自帶遠距離防禦力的文明 那朝鮮人免費的工兵鎧角 這個效果會直接套用在馬戰車身上 所以我們剛剛才開頭說到 承認中心怎麼測都是一滴血 也是因為城堡時代承認中心的傷害 就是5點傷害 除非你去升二級射 才會射馬戰車再更痛一點 不然怎麼射呢 都會死CD血而已 那馬戰車這個單位呢 需要用戰毛兵 升旅或是大量騎士 直接A過去 或是大量場面直接圍殺 才有可能打得硬 不然這個打帶跑 實在是有點煩 有點像是西班牙的征服者 但是這個傷害呢 攻擊速度又比西班牙的征服者還要再更快 好 第一波對決 這裡招翔可能要遭到四隻馬戰車 看到這個僧侶沒有死 躲掉了弩炮的傷害 拖了下來 還走斜的 就是吸引傷害 哇 這個血量還被拉了回來 沒想到 打告 這一波好像有點衝動 好像想要直接拿下 結果打了兩炮之後 全都往回拉走 結果這四隻 招翔到的馬戰車 瘋狂輸出啊 哇 那這一波之後 朝鮮人的馬戰車數量有所下降了 好 這一波 朝鮮人 剛剛在後面還抓了一些村民 現在有9隻馬戰車 這邊可以高打低 朝鮮人這個文明的話 會比較推薦 趕快早點點下彈道學 彈道學的話 馬戰車準度會大幅提升 才不太容易一直打歪 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而且是要打森女的時候 就像剛剛那樣子一直打不到 好 這邊風琴砲一直打低打高 打這個馬戰車沒什麼在扣血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馬戰車打風琴砲會打到頭破血流 就是因為這個馬戰車的傷害 跟體質優勢非常的好 打風琴砲效果是非常快的 但是風琴砲打馬戰車 卻沒什麼傷害值啊 哇 風琴砲一台一台在倒地了 好 朝鮮是點下了前程科技 先稍微抗招想一下 肉馬一直瘋狂輸出 現在肉馬傷害值可能是大於風琴砲的喔 好 如果有貼的到的話 肉馬現在過來瘋狂輸出 好 肥龍這邊是選擇了青騎兵 森女跟風琴砲的路線 這個打法我覺得比較不這麼的看好 最主要是因為風琴砲 他的傷害是真的不好 那也有可能大會肥龍也會轉重裝騎士 作為他的包超主力 或是轉出更大量的戰毛兵跟森綠 直接壓制也都是可以的做法 好 那現在超階人士點下了青騎兵的升級 這邊轉青騎兵 果然還是要來抓一下森綠 這些森綠實在是太麻煩了 好 左側這邊看到了 欸 你這邊開始喉嚎 走進來直接扛城鎮中心的傷害 打出一名 反正你射不通 好 還可以直接走掉 這就是馬彈車 控城鎮中心的打法 OK 那飛龍這邊直接用風琴砲 開始手撕城鎮中心 但是TC射一下還是有點殘血了 兩邊對蓋城堡 但是這個對蓋堡起來 葡萄人有優勢喔 飛龍帶回城堡時代 準備要來升級帝王了 風琴砲過來打馬戰車 馬戰車沒什麼扣血 好 結果有四彈馬戰車 又走到了城鎮中心裡面 這真的是太無情了 瘋狂亂衝 打的就是一個ALL IN 直接衝進去 喔 置滴三隻馬戰車 不然又被招強掉了 好 現在飛龍帝王時代還有30秒 大會攻城還是有優勢 達高這邊時代上落後了有點多 右邊這個礦虛要是被拿下的話 那就完蛋了 左邊現在是飛龍也是空下來的 飛龍帶回左邊 這裡要補一個城鎮 欸 補一個城堡會比較安全 但是 欸 達高這邊居然直接放棄手右邊了是不是 哇 馬戰車直接過來空石頭 OK 這一波空很不錯 OK 地龍時代上去 喔 兩邊都有馬戰車 並沒有完全放棄 雙管齊下 好 達高的馬戰車戰術 但是肉現在不夠 現在要生地龍時代的關係 目前沒有輕騎兵 可以去打這些生侶 好 看一下這一波招響 好 有看到 趕快拉走 把這個扛著城鎮中心扛了很久 欸 這個怎麼回頭 完蛋了 要被招響了 一隻 兩隻 應該沒問題 三隻 沒機會 斷著響了 好 右邊這裡直接繞過來 繞到後方 直接去抓村民壯 直接受勝 只抓到了翼村 飛龍這邊的反應速度還是非常快速的 好 這邊也拉走 沒什麼問題 但是這邊入侵進來的話就有點難受了 但還有一根城堡在這裡 稍微微一下 應該不會被衝進來 被衝進來就尷尬了 打高這邊會衝進來嗎 好 沒有 選擇拉走 好 不然他這樣拉進去就很麻煩了 好 現在下方 生侶死了一些 飛龍家裡的生侶好像倒了一片 但是招響還是成功的招到五台馬戰車 現在 生侶趕快拉走 到後面承認中心躲起來招響 但是馬戰車過來要趕快收進去 OK 又再次控制了這個承認中心 但是又放出來 好 又放 又收進去 哇 很忙很忙 好 上方馬戰車 過來做個集結 現在場上 這裡有17隻的馬戰車 空禽炮 加上招響來的馬戰車 努力反擊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血量掉的非常慢 哇 馬戰車這個有點血尿 太硬了 太硬了 生侶招響 招很久 OK 又順利的招到一隻 現在馬戰車的數量 還有12台 還在努力追殺村民 現在飛龍村民樹有所下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右邊的城堡已經被拆掉了 3個巨型偷吃機 好 已經順利拆除 看來右邊這個礦區要不保了 但打高這裡也沒有成功攻下左邊飛龍的區域 看起來還算是停滾的 目前飛龍的陣地戰打得比較好 打高這邊是有點節節敗退的感覺 雖然村民樹也有殺到 也有碰到飛龍這邊封其炮的數量 但是整體來說 還是有點危險 因為他的兩邊礦區 剛講到這兩個石頭礦要是拿不下來 待會自己也不能插這個大型劍塔 開始控圖 或是控一些資源點 那沒有辦法控制資源點的時候 壓力就會非常大 好 山地沙丘最重要的實況 想要再控一下 在這邊是插什麼 喂 瞭望塔 一般的瞭望塔 5點傷害而已 那葡萄人這邊要點火炮塔的話 還需要點化學 所以現在連化學都沒有 暫時還點不下火炮塔的升級 好 這裡直接手撕一台巨型投石機 後方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化學還有10秒 就可以轉出火炮來 就可以反擊巨頭跟劍塔 這個礦區還是有機會拿的回來的 那這邊朝鮮人沒有 欸 有在轉肉馬出來了 肉馬待會轉出來 也可以去打對方的戰毛兵 或者是打這個僧侶都可以 可能打戰毛兵的優勢 並不會這麼大 畢竟這個肉馬是沒有三防的 甚至連品種都沒有 非常的弱 對 一般的戰毛兵 可能還是可以反擊得了 這個二級馬凱的肉馬 好 僧侶再次召喚出來 看來主力還是要靠戰毛跟僧侶了 風情砲 我覺得可出可不出啊 沒什麼太大意義 那現在為什麼還要出風情砲 是要防對方的弱馬 或是騎士單位 但朝鮮人本身騎士就很廢 要防可能只是防弱馬而已 步兵單位不太可能防 因為葡萄人並沒有什麼 值得的用步兵去打單位 像什麼僧侶啊 風情砲啊 戰毛兵 好 用步兵單位其實不是那麼的划算的 好 下方馬戰車過來騷擾 但是這裡有一根城堡直接夾住 現在看起來 打告是要開始轉一些經濟出來 走推側也都補不下了 二級馬牌也點了 待會要轉出大量農田 至少來到50片田喔 才可以穩定產出大肉馬 好 去抓僧侶跟戰毛兵 好 右側火炮直接反殺一台巨頭 喔 這台巨頭很順利被拿下了 後面兩隻僧侶過來招翔 有機會招翔到嗎 但是 好像拿走回頭打個一炮 成功打掉一隻僧侶 但是一隻火炮被招翔到 火炮翔回頭反殺 又擊殺掉了一隻僧侶 但是兩台火炮 最後還是被招翔過去了 這一波打告直接損失了 一千金有了 一千金有點虧 好 左邊這裡想要來蓋薄 但是被肥龍給控制住 這一波 兩邊都有交換 飛龍這邊點下了三級射 這邊又要再嘗試過來蓋城堡 應該是可以 因為戰毛兵已經開始南下了 好 打到右邊的部分 是繼續補下了更多的肉馬 還有巨頭 巨頭待會應該是要來進攻左邊的城鎮中心 這邊也可以選擇一個小技巧 大家都覺得有巨頭就要出去工程 那如果你想要突發式的工程的話 可以存到四到五台 直接過去硬插也是個辦法 好 這一波看一下 生女被抓掉了三隻 肉馬再過來 這一隻應該扛不到 哎呀 果然差了一刀 好 現在馬戰車數量還有15隻 肥龍現在有130隻的村民 朝鮮有137 兩邊的村民數差不多 但是肥龍的資源還是稍微少了一點 好 肉馬過來 想要拉到城堡的射程範圍 後面風情砲可以幫忙輸出 這樣子可以看到 這個戰毛兵的傷害打 肉馬傷害實在是很高 直接被戰毛給打回去了 這就是 朝鮮的弱馬杯哥 那所以朝鮮人真的要打戰毛兵的話 還是要出騎士喔 比較能扛一點點 不然就是轉大量 弱馬配馬戰車 或是火炮路線 都比較適合 朝鮮人 反制這個戰毛兵 當然也是可以轉投石車打戰毛 但是要特別小心對方的生女 OK 那現在巨頭之間這邊是囤了 五台巨頭 直接拉過來要直接開拆 左側位置已經有大規模的進攻 但是肥龍在左邊的部署 並沒有太多的部隊 上方的部隊還沒有趕下來嗎 OK 全部趕下來了 但是這裡的部隊好像也是很少 現在肥龍的部隊並沒有太多 現在是努力轉了一些火炮出來 但是戰毛兵的數量沒有辦法穩定 肥龍這邊並沒有打出自己的黃金兵的優勢 雖然有所有的黃金兵八折 但是最大的效果是用在了 生女身上啊 還是要轉重裝騎士呢 波塔塔的重裝騎士三攻三防 品種什麼都有 好 現在肥龍沒有打算要轉兵 起兵再次上去開始抓村民 還好這個星期並沒有三攻 所以不用擔心 打很快 他要五刀才能砍死一隻村民 城堡會變道成堡嗎 好像有機會 但是拉的村民越來越多 好像還能蓋 只有一隻村民一直在敲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確保不會停止建造 OK 搞定這波還是被拉了起來 右邊的戰毛兵重新集結 還是把馬丹城給逼退了回去 但是左邊的城堡已經被拆掉 兩個城堡跟城堡全部都沒了 左邊的石礦再次拿了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石礦還有1600 升差1600點少 結果右側這裡有一部洗衣擊 這裡有個劍塔好像是被打掉的 哇 這個大型劍塔 還好即使蓋好 朝鮮現在沒有石頭 不能再繼續往外升差了 右邊有一個大型劍塔 可以稍微做防守 現在的部分 朝鮮重新拿回石礦 就有機會跟肥龍繼續打 那肥龍這邊已經丟失了石礦區了 而且現在人口一直沒有辦法完全補習了 黃金的部分還是有點多 現在還是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帶來巨型投資機 跟火炮身上 還有森鋁 還有風型炮身上了 那其實葡萄人也可以轉一些馬出來打 但是肉馬的話 遇到馬戰車 這次蒸發速度太快了 好 這裡直接手撕火炮 好 好像有機會 都可以拿下 好 打到這邊肉馬開始慢慢噴了出來 現在農田來到了45片田 45片田 應該是還可以喔 去應付出肉馬的消耗值 好 現在城堡數量 還在繼續捕風型炮 肉馬這邊想要直接抓火炮 但沒有抓成功 馬丹車直接手勢巨頭 巨頭有機會被打下 這些馬丹車真的是 也太硬要了吧 直接走到火炮的面前 開始輸出 直接手撕 第一台火炮已經順利拿下 第二台火炮直接個集結 再一次集結 獲得了兩台火炮的擊殺 現在打高非常的舒服 好 優承已有大動作 現在肥龍想要直接深入插寶 開始往前推進 但每一根城堡都要650石頭 這個花費有點兇啊 他可能沒有太care 反正這裡還有很多石頭可以挖 2000 OK 這邊直接補一個城堡 這裡大型建塔又只能撤退了 好 主側的部分稍微退出來了 風情炮數量再次維持了起來 糟糕 則是逢把這裡的城的東西給蓋起來 待會有村民可以躲 好 現在三級防目也點下 現在村民大量往左跑 右側有稍微退出的意思了 畢竟右邊的黃金也沒有了 已經挖關了 現在還有的黃金是中間這一塊 但這個壞黃金告是山洞城堡的交接之處 還有這個建塔的射程範圍外 沒有人可以防守 馬戰車在這邊可以抓到非常多的村民喔 完蛋了完蛋了 那肥龍好像沒有看到 左側又一波進攻 那朝鮮這邊是轉出了馬戰毛兵 也稍微做一些反制一下 好 風情炮打垃圾兵效果還不錯 OK 那現在還是有點糟糕 數量有點少 糟糕 終於升級了大洛馬 現在金瑞馬戰車也終於補了下去 遊戲時間來到四十幾分鐘 中午有機會可以點下 好 大洛馬 沒有品種 沒三防 誰讓七屬滴血 那這邊馬戰車 攻擊力終於來到了十三點傷害 然後遠防是八點 八點遠防非常的強 那飛龍這邊好像沒有要投資 風情砲的金瑞升級 四十幾的好像可以投資一下 如果真的堅持要打風情砲的話 還是要點一下 但是風情砲升級也並不便宜了 好 右側的部分 有幾台巨頭想要往前 但是被馬戰車抓到 中間的這塊礦訊沒有辦法順利拿下 正在飛龍 點下了公費制度 朝鮮則是點下了銀一城技術 這些技術呢 待會打大家後期就很有效了 OK 朝鮮開始挖起石頭 開始建起大型箭塔 準備要來 開始控地圖了 這張地圖 政治控圖很重要 那飛龍這邊是用城堡控圖 並沒有使用火砲塔 可能是為了想要 讓自己的風情砲 可以穩定的城堡可以產出 是選擇了城堡 而不是選擇了火砲塔的一個選項 好 左邊一個手撕巨頭 左邊部分兩邊還在交戰 洛馬上去直接被戰毛兵 跟風情砲直接秒殺 現在洛馬也很難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現在也沒有足夠的黃金可以轉出投石車來 現在只按這些馬彈車跟火砲巨頭 就已經是黃金上極限了 然後現在要繼續進攻還是有點困難 左邊的兩台巨頭直接被村民直接打爆 OK 這裡再次打爆了 好 現在馬彈車的數量慢慢堆疊起來 現在中間有12隻的數量了 好 飛龍點下了建築學 現在建築學點了 待會城堡 血量就可以大幅提升到5800 這一波飛龍直接來插塔 還是瞭望塔 真的是沒有黃金可以點火砲塔了 太窮了 現在黃金要趕快控下來才是重點 先插了一個便宜的防禦箭塔 好 現在打爆也點一下了工程工程師 待會朝鮮工程就會快多了 好 這裡拉一台馬彈車 過來直接控挖金礦村民 好 呃 好 呃 好 越來越是火砲 好 不是火砲 待落馬開始往後走了嗎 現在打爆開始要用落馬走多線 正面技工沒有放棄 還在繼續用馬彈車 跟對方正面對決 好 這裡有兩台火砲要小心 躲掉了巨頭傷害 回頭打一炮 三發直接集火秒塞一台巨型投死機 漂亮 打到這一波打得很好 飛龍這一波有點難打 但是點下了金銳風情砲升級 這時候點下已經黃金所剩不多 卻還要投資金銳升級嗎 這個我們確定 因為升級之後 攻擊只剩下8點傷害 馬彈車則是也是8點防禦 什麼事都是一滴血才是 血量增幅不多 點下之後也不是 很好反擊的感覺 這座城堡可能要被火砲直接手勢了 現在有工程工程師 打這個城堡血量掉得非常快 馬彈車扛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大高開始用落馬到處亂砍村民 現在家裡後面一片狼藉 風防收村 雅雅飛龍知道家裡後面爆炸 但是沒有太多資料可以去阻止 攻擊砲的數量只剩下18隻 火砲的部分 只有一兩台的部分 巨型投死機也在按 但是資源量已經來到極限 好這邊只見一個神命蓋寶 這個寶要是能夠控制到 朝鮮後方經濟 那就有機會了 這一波朝鮮很關鍵 但是中間城堡已經掉了 這根寶掉了之後還能繼續打嗎 這個只要衝進去 肥龍可能就要炸裂了喔 裡面沒有太多經濟 農體會全部被控住 好五台火砲繼續攻城 朝鮮現在沒有想打算要理肥龍的意思 繼續攻城就對了 只用溜了一些漏碼 是稍微來防守而已 好這邊繼續高打滴 多換幾塔馬戰車 但是好像快要打不贏了 馬戰車的攻擊速度實在是太快 風情砲還是扛不住馬戰車的傷害 即使是高打滴的情況下 馬戰車還是有很大的體質優勢 血量增太多了 200滴血的馬戰車 要打很久啊 還是要靠生理招想才會比較快啊 好右側的部分 大洛馬趕快出來扛一下 現在這個寶要是拿得下來 肥龍應該就沒戲了 但是這個也是肥龍的最後希望 一定要全力死守 反正這裡沒有火砲可以嗎 沒有火砲的話兩台巨頭要怎麼解 後面工程 工程器製造所沒有補 好像也沒有黃金可以補了 完蛋了只剩五個人在挖黃金 這根城堡 要被三台巨頭10滴 直接拆掉 朝鮮這邊應該是穩了 又拉了非常多的大洛馬 直接過來針對右邊的戰線 好這一波馬戰車也過來 直接開了過去 右邊的希望毀滅了 左邊的部分 馬戰車稍往左走 去控一下這塊黃金 這塊黃金控下來 肥龍已經沒有屬於自己的黃金了嗎 剩下五個 該不就這五個吧 哇靠真的是這五個 這五個還不好守 好黑龍現在還沒有打算要投降 反正是打高這邊 還在繼續努力進攻當中 黑龍可能還有一些策略在 好生旅 可能出不來囉 火砲直接拆 生物噴出來 來不及出現 完了 就被打掉了一台修道院 現在修道院沒有辦法進行生女的產人 城堡雖然有 但是巨型投擲機 已經開始在到處開拆了 自己沒有轉馬的關係 現在馬凱攻擊都沒有點 沒有辦法及時用騎兵去解掉這些巨型投擲機 巨型投擲機 眼睛正在看著拆了自己的城堡 好 肥龍這邊已經打出了GG 我們恭喜朝鮮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場比賽 肥龍最後還是用風琴砲跟生旅戰矛打到最後 但是肥龍這一把 從出戰矛配生旅跟重裝騎士的話 可能結果會有所不同也說不定 畢竟馬丹車這個單位 風琴砲用起來真的是有點難打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並不代表我講的就是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超鮮人 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